當我們的工作一時之間無法有看見成效的時候 什麼在支持你繼續的前進 就是說我們有忍受挫折的力量 這個就是動力 如果沒有動力 一次兩次 看不到成效 我們就想要放棄了 所以它是一種鼠靈的眼光 它會看到背後 它會看到雲上的太陽 它會看到悔暗不明的天氣 明天的陽光依然從東方升起 它知道在這個你看不到的世界 在宇宙間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存在 而且他掌管這一切 我們走的路就是在神的引導底下 所以這條路它就提供我們源源不絕的動力 那我們的動力呢 不是向外來求 一個機器 它要運轉 它本身一定要連接上這個電源 這個電源提供給它源源不絕的動力 那我們的動力呢 你為什麼宣道呢 你宣道的動力在哪裡呢 為什麼這麼容易就放棄呢 為什麼這樣就很容易就灰心呢 缺乏動力 那這個動力 不是從我們自己本身產生 我們要從我們的信仰 從我們的主 從聖經的真理去求 去探求 那小弟覺得這是我們今天在宣道工作上 我們本來已經有了 就擺在那個地方 但很多人不懂得去把它拿來用 或者是說 雖然那個成為一個 信仰的概念 可是它並沒有落實在我們的 推動的宣道工作上 聖經的這個真理可能變成只是一種知識的東西 但是這個知識你要去應用 知識才會產生力量 所謂的知識就是力量 所以我們要去應用它 用在對的 事上 用對的方法 去把它使用出來 那知識才能夠成為力量 不然的話它只是一種 死的東西 一種靜態的資訊就擺在那裡 那所以小弟想說 今天早上我們好好的來談 我們的宣道需要動力 你是不是快要放棄了 你是不是對每一次零恩步道會 沒有預期的效果 你就想說 挫折的力量太大 忍受挫折的力量不夠 那我們要從神的 那個地方來 領取這個動力 我們從我們的信仰認知 從聖經的真理 從絕書所賞賜給我們的權貶能力當中 我們去探求 我們去擁有這樣的動力 第一個 我們宣道的動力是什麼 就是為了執行 神永恆的旨意 我們這樣講好像有點抽象 但事實上這個是需要很具體把它落實在我們的生活中的 在我們的宣道中的 也就是說 我們為什麼要去宣道呢 因為這是神的旨意啊 那神的旨意是存到永遠的 那存到永遠的東西一定是有價值的 一定有他絕對性的價值 比如說我們這個鐘 不是我們有人擋隔水才要敲鐘 是給大家知道說這個鐘的存在 他要發出聲響 才讓人家發現他是存在而且他的功能 是沒有 這個 故障的 那這個鐘如果是100年 如果是100年 只是這個大概100年的話大概多少錢 估價一下 你100年的東西你 多少錢要買 1萬塊 好1萬塊 如果是1000年呢 很難講對不對 100萬好了 反正也不用拿錢出來買嘛就是一個討論嘛 對 那你是不是會發現說 一個東西如果 他一個東西的價值跟他的時間是有關係的 那為什麼那個市長 這個崇昂節的時候他要去拜訪那個百歲的人 仁瑞 對不對 因為他代表一個年代啊 這個時間是有價值的 價值很多時候是用時間來衡量 那現在神的旨意 存到永遠 可是我們的生命沒有辦法存到永遠 我們這個肉體之身有一天要歸土 那你是不是 那你是不是發現說 這個動力就出來 在我這個短暫的生命 我可以去成就神永恒的旨意 我算什麼呢 我何德何能 神邀請我們 邀約我們 跟他的永恒的旨意來連結 我們來現在看一個經文 約翰一書 第2章 約翰一書的第2章 我們從16節來看 約翰一書 第2章 16節 因為凡世界上的事 就像肉體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並今生的驕傲 都不是從父來的 乃是從世界來的 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 都要過去 唯獨遵行神旨意的是永遠長存 宣道 救人 是神的旨意 這是 神的旨意是存到永遠的 世界上的事情 都會成為過去 因為世界 被毀滅的時候 這一切都沒有了 但是 遵行神旨意的 是永遠長存 也就是說 我們短暫的生命如果跟一個永恆做連結 那這個世界上有什麼東西是永恆的呢 神的旨意 神的心意 神的旨意神的心意 我們 摸著他的心 我們做神所喜悅的事情 我們這個短暫的生命就跟永恆有連結了 所以我們在這個短暫的世界所做的事情 依著神的旨意去做的事情 都會 存那個果效 神的紀念都會存到永遠 做工的果效就會存 隨著我們 所以將來在天國 我們在這個世界上依著神的旨意所做的 果效都隨著我們 這個中一千年你買回去 最終還是要融化掉的 但是如果 一個東西存到永遠 那他的價值就是絕對性的 那個價值就無法 來祭述了 那這個地方就跟我們講 神的旨意是永遠長存 我們再看幾個經節來看 提摩太前書第2章 提摩太前書第2章 第4節 那神的旨意當然有很多的面向 其中有一個呢 就是他願意萬人得救 明白真道 提摩太前書2章4節 第1節開始是說你要 為萬人祷告 那為萬人祷告的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說 讓人都能夠明白神的道 來 獲得 神的救恩 所以 他願意萬人 得救 神的心意 神的心意 神的心意呢是希望萬人都能夠得救 這所有的人 我們的神所懷的意念是赤平安的意念 我們神的胸懷 我們神的胸懷不是降災禍的 神雖然是公義的神 但是公義一定是最後的作為 神的慈愛 要拯救世人 神希望 一個惡人離開惡道 來得救恩 神不希望一個善意人 離開惡道 去犯罪 所以呢 如果有人 願意悔改 認罪 來 明白真道 神要拯救他 這就是神的心意 雖然他是公義的神 但是他的慈愛存到永遠 所以我們摸到神的心 我們應該去做宣道工作 因為我們在做宣道工作 就是在執行 神永恆的旨意 我們再看 彼得後書 第三章 彼得後書第3章 彼得後書第3章 彼得後書3章 我們看第9節 第9節 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 有人以為他是單元 其實不是單元 乃是寬容你們 不願有一人沉淪 乃願人人都悔改 這個地方跟提摩太前書 剛剛看的 意思是一樣的 神願意 萬人得救 明白真道 那這個地方是說 不願意有一個人沉淪 乃願意人人人都悔改 他講的意思是一樣的 你看看喔 人人就是萬人 一人 一個人沉淪 連一個人沉淪 神都不要 神一個人沉淪 神都不願意 讓這個事情發生 就是我們的神是慈愛的 他是 懷著 懷著賜平安的意念的一個神 那神的基本心意呢 是要人人都悔改 那以比較廣的來講 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就要顯明他的慈愛 也要顯明他的公義 但是神基本的心意 為什麼心意跟旨意有什麼差別呢 神的旨意是一個 概括的全面性的一個概念 那神的心意呢 基本上來說 他是希望人都能夠得救 但是神的旨意呢 最終的旨意是說 不相信的人就要審判 好 所以有這個差別 現在呢 我們就看見了 聖經在描述神的心意的時候 他是願意萬人都得救的 神的心意是不願意有一人沉淪的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 趕快來 把握這個機會來傳福音 這裡有說 第九節開始說 有人以為他是丹嚴 其實不是丹嚴 丹嚴就是說沒有計畫 出乎意料之外的 他沒有辦法掌控的 比如說 你不是說九點要到 沒有辦法路上塞車 路上塞車就是他沒有辦法掌控 然後就丹嚴了 丹嚴就是失控 但是神不是丹嚴 他是寬容 寬容是有目的的 寬容是有他的計畫性的 寬容是有他的 這個心意的 什麼心意呢 因為他不願意有一人沉淪 所以他要把這個時間再給我們 他寬容我們也寬容那些要得救的人 寬容那些還沒有得救的人 給我們呢 給我們信徒來講 我們還有傳福音的機會 我們還有傳福音的時間 雖然可能壓縮的很短了 但是要趁著這個 末日還沒有來臨以前 神主耶穌寬容我們 再多給我們一些時間來宣道 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們的 步道會 是在6月 這個很危險 我們5月24號 到29號 這個就是所謂的 大概是高峰期 有人預測是5月中旬或是5月底 還是6月初到6月中 那一般高元期應該不會只有一個禮拜 那按照國外的這個經驗 高元期 有些都持續一個月或是到兩個月 那我們要求助幫助 給我們寬容更多的時間我們能夠方便來傳福音 所以這一次對我們來講其實是在考驗 也是給我們看見說 我們的時間真的被壓縮了 我們過去如果沒有好好把握時間傳福音 你看看這一次 我們5月24號是不是能夠如期 舉開 是不是能夠很方便的來邀請目道者 那你現在看 我過去浪費這麼多時間 我過去 任憑這麼多的時間就這樣戳脫 錯過了 過去的那個時間是不可能再回來了 我們只能夠忘記背後往 往前看 那我們忘記背後不是說我們就不能從過去來得教訓 過去就過去了 那個都已經 我們生命戳脫過了就不再回復 好像江水 向東流不再回復了 但是未來的渴 可以追求 我們應該要把握 主義書還留我們的生命 主義書還沒有從 天第二次在降臨 我們都還可以來傳福音 那願意得救的人都還有機會可以悔改 我們的先生 我們的太太 我們的父母 我們的兒女 我們最要好的朋友 我們最親近的朋友 我們最熟悉的 我們的左鱗右舍 是不是 也有機會來悔改呢 神的慈愛有祂的 界限 神的公益有祂的起頭 神的慈愛的界限就是說 祂目前還是寬容 等到祂來的時候 就要公益的審判 我們 到底是先等到神的公益來 還是先等到我們的親友來信 耶穌 或者我們所先等到的是我們生命的終結 如果我們先等到我們生命的終結 我們沒有機會傳福音 如果我們等到的 是主耶穌從天而降 那那一些人想要悔改都沒有機會了 感謝主 我們這些都還沒有等到 沒有等到我們生命終結 也沒有等到主耶穌來 所以現在我們等的是一個還可以傳福音的機會 是不是要把握 然後我們傳福音就是按著神的旨意來做事 就是在執行神永恆的旨意 那我們就從三方面來看 你看看我們這麼短的生命可以跟永恆的旨意結合 突然間我們就變成很偉大 很偉大不是說我們要自大 而是因為我們看見了 我這麼樣的軟弱 我這麼樣的污秽 我這生命這麼的短暫 但是神的旨意是永遠的剛強 神的旨意是永遠的聖節 神的旨意是存到永遠的 我這麼短暫的生命 神邀請我跟祂永恆有關係 那就是要傳福音 我這麼軟弱 主耶穌還邀請我參與祂永遠剛強的旨意 那你是不是要剛強 過去軟弱 現在要剛強 我們就在執行 天意 我們在執行神永恆的旨意 我摸著神的心意往前走 我們就得到力量 這個力量不是自己來的 這個力量也不是想像出來的 這個力量是很具體的 誰說邀請我們 跟祂永恆的旨意有關 雖然我們的肉身生命這麼短暫 短暫可以 創造永恆 那必得要跟永恆的東西連結 如今有一樣 我們可以連結到永恆的價值的 就是執行神的旨意 我們這麼軟弱 主耶穌也沒有嫌棄我們 祂要我們參與祂永恆的旨意 我們還有一點誤會 誰說自己沒有誤會呢 至少有時候還會跟太太 吵嘴啊 會冷戰啊 雖然現在冷 我們像這個頭髮這麼白了 現在冷戰的次數比較少 以前我都會啊 你會說傳道你會跟傳道娘冷戰啊 會啊 要傳道大概不會 要傳道她個性很好 不會啊 也會啊 憲果她今天沒有來 你把她的底給掀出來 我承認我會 我跟傳道娘有時候會冷戰啊 冷戰怎麼辦 冷戰就跑到教會去啊 因為教會就是避難所啊 他們關起來不讓我進去的時候我就跑到 教會去啊 但是年輕的時候比較常會冷戰 而且一冷戰有時候是一個禮拜 現在呢 現在次數比較少 那麼冷戰的時間也比較短有時候半個小時 那冷戰以後大概都是我先開口 那跑到教會去啊 冷靜的想一想 傳道娘也是很辛苦啊 帶兩個孩子還要工作 要禮要外 我的傳道娘啊 她同時是我們家裡的水電工 電燈壞了水龍頭 故障了 都還是她去張羅 所以她練就一身的功夫 你們家有什麼水電不能做的可以請我們傳道娘幫忙 免費服務 她結婚以前看到那個 蟑螂在地上爬她就唱女高音 雖然她是學生樂的 但是很輕易的她可以唱高八度 但是結婚以後 聽到的是拍桌子的聲音 一下子打死兩隻蟑螂 而且還不需要拿那個木板 這樣就打了 女人是弱者 但為母則強 結婚以後的女人 你可不要惹她 這個女人在吵架的時候 她的記憶力跟邏輯性 是百分百的 所以不要跟 生氣中的女人 吵嘴 你一定鬥不過她 你看看喔 也是會有啊 傳道人常常在台上講什麼婚姻的道理什麼自己都還會 會啊 是不是我們有軟弱我們還有一點污秽啊 污秽有時候會貪心啊 這個葡萄茶很好喝很便宜多買一些吧 跟老闆一起殺家殺到他血本無歸 我們有時候會貪心啊 到菜市場去 買菜啊 20 20塊一斤賣啦15塊就好了啦 20塊10塊就好了啦 跟人家殺殺到最後殺不下來啦 好啦15塊賣你啦 殺不下來殺不到10塊錢要走的時候 不然你蒜了兩顆兩顆給我 蒜頭一顆給我 有時候會貪心啊 但是子儀書也沒有說你這樣貪心就不讓你傳福音了 所以我們有一個東西就會跑出來啊 為什麼 我們不希望我們的生命結束就是一聲嘆息 我們不希望我們的生命結束的時候就進入虛空 那我們總得要在有 現的生命做一些事情吧 我們總要在這個軟弱的生命中呢 參與神永遠剛強的旨意吧 我們雖然有點軟 虛這樣的污秽 不夠聖結 但是主耶穌要透過我們 在這個侍奉包括宣道的過程中 把這些去無純情把這些污秽慢慢的囚禁 讓我們的生命得到提升 那是不是有一個動力了 但是這個動力原來就在那裡的 只是我們 沒有往這個方面去想再思考看看 再去想想 哎呀我的動力要從什麼地方來 所以如果能夠用我們短暫軟弱又有點污穫的生命 跟神永恆的使喻結合在一起 我們人生就不需此行 就不會白走這一招了 那這也是我們信耶穌 絕書簡選我們的目的 那所以動力 就是因為我們有正確的動機 正確的動機產生 源源不絕的動力 為了執行神永恆的旨意 這是第一點 好那我們再看第二點 我們的動力是什麼 基督的拆派 主耶穌拆派我們 今天如果這個總統 到一個地方去就清點某一個人說 你來選台中市長 你去選高雄市長 這個總統清點的 總統拆派你呀 或者總統拆派你到美國去當 使節 大使 光宗耀祖 這個 可以說 遺嫌父母 大家都很有光彩 那今天不是總統拆派我們 是 宇宙間的萬王之王 萬主 之主 主耶穌基督 他拆派我們 董事長叫你說你來當總經理 太高興了 今天是主耶穌拆派我們 所以 這個被拆派的人他的光彩在哪裡呢 在於 誰拆派他 在於 你這個權柄是誰給你的 誰請你去做的 背後那個 那個才是我們真正的動力的來源 好 所以今天呢 我們會傳福音 因為主耶穌他很正式的拆派我們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主耶穌的拆派是什麼樣的拆派 我們看一個經解 馬太福音 二十八章 馬太福音二十八章 馬太福音二十八章 我們請看 十六節 馬太福音二十八章 十六節 十一個門徒往加利利去 因為猶大已經吊死了 這是主耶穌從十里復活要升天以前 他就邀請十一個門徒要到加利去 加利利 那到了耶穌約定的山上 十七節 這些門徒 見耶穌就拜他 然而 還有人疑惑 就說眼前這個是不是耶穌是不是復活的耶穌 十八節 耶穌進前來 對他們說 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所以你們要去 使萬民做我的門徒 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父子聖靈的名就是耶穌基督 因為父不是名 他是一個代稱詞 子 也不是名 不是專有名詞 他也是代稱詞 那聖靈是一個名詞 不是名字 父子聖靈的名就是耶穌基督 所以 耶穌復活以後升天 五行節聖靈降臨 以後的門徒就 為人施洗 就直接奉耶穌基督的名來為人施洗 因為他們得聖靈以後 明白子耶穌在這個地方所說的那個名是什麼 父子聖靈 不是名 就如同有人問你你爸爸叫什麼名字 我爸爸就叫爸爸 不是這樣啊 你爸爸姓什麼叫什麼 沒有我從小都叫我爸爸叫爸爸 你叫你爸爸爸爸我可不是叫你爸爸爸爸你爸爸也不是我們所有人的爸爸是不是 要不然過年的時候我再到你家裡去叫你爸爸要包紅包給我 爸爸不會是所有人的爸爸 只有 天父真神才是眾人的父 但是呢 爸爸不是名字 總有姓跟名 那 爸爸 兒子 當然是神獨生子 聖靈 那個名是什麼呢 耶穌基督嘛 天使已經講靈了 已經隱藏在聖經裡面了 那現在我們看一看 主耶穌要升天以前 我們先來了解 這一個經文他的背景是什麼 第一個 主耶穌被定十字架 而且從死裡復活了 第二個 他要升天以前 這番話是直接對門徒說的 而且這個時候門徒有人疑惑 所以在這四個背景底下 主耶穌拆派門徒出去 那這個拆派就會跟 一般人的拆派不一樣 一般人的拆派是什麼呢 是用他地上的職份 董事長總經理拆派你 但是主耶穌他是用 定十字架 又從死裡復活的 救主的身份來拆派 當主耶穌還在世上的時候 他有多次的拆派門徒出去傳福音 那個時候主耶穌也是有給他們全餅 那這一次會不一樣 是主耶穌他的身份已經不同 一樣是耶穌 但是這位耶穌已經從死裡復活 那各位我們講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你會怎麼想 我們的董事長 我們總經理拆派我們 他並沒有經歷死亡 也沒有經歷死亡 又復活 那現在這一位耶穌基督就是我們的救主 他不但是我們的教主 是救主 那你看世界上的哪一個任何一個宗教的教主 有沒有任何一個宗教的教主為他的信眾死呢 那些教主都是因為自己的罪來死 而且將來要被審判 只有耶穌基督是為 門徒為我們世人定死 十字架 並且是一種救贖性的犧牲 不是說 變成悲情 死啊 告訴死啊 信眾也死啊 他死我死 打給周飛系 那死在一起 那太悲情了 那就變成絕望 進入黑暗 進入滅亡 但是今天不是的 主耶穌他從死裡復活 他犧牲生命 為了我們犧牲生命 愛我們愛到底 把生命給我們 他把我們看成比他的生命更寶貴 然後他又從死裡復活 如果耶穌為我們犧牲到死 固然很悲情啊 很悲壯啊 悲情跟悲壯沒有用啊 就是說到最後還是絕望啊 因為宗教你要講活啊 如果只是講死 那沒有講活 沒有復活的盼望 那將來就沒有 永生了 那宗教信仰一定要談生前死後 宗教信仰一定要解答 人生從何處來 人死將往何處去 再來跟去中間 人的生命 他的意義跟價值是什麼 這是宗教必須要回答的三大問題 但是呢 我們從聖經看 神所起訴我們的 回答我們這宗教應該要回答的三個問題 給我們滿足的答案 並且都是有憑證 憑據 所以這個 盼望是 真實的 我們去傳一個真實的盼望 我們去傳的是一個復活的救主的福音 我們是 被一位 從死裡復活的救主來裁派 有沒有動力 動力就跑出來了 然後主耶穌又說 是天上地下所有的全品都吃給我了 那怎麼說是天上地下所有的全品都吃給他 一個民政他從死裡復活 死 是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力量 不管 王公貴族 你看最有錢的人 也是抵擋不住死亡 你看秦死亡可以 併吞六國 統一中國 成為中國的第一個主人 但是他沒有辦法統治自己的生命 他建萬里長城 萬里長城今天還在 但是建萬里長城的人已經不在了 你看那個賈伯斯 他改變我們世人用 手機的習慣 但是他沒有辦法掌控他自己的生命 他沒有辦法改變他的生命 那他得到什麼呢 他沒有得到什麼 他只是那顆蘋果咬了一口就走了 有沒有看到那個蘋果缺一口 所以賈伯斯咬了以後他就走了 這個開點玩笑 其實他連一口 這個蘋果都咬不到 就放下 就放下就走了 我們就知道說 死就是在這個世界 宰治 是人的生命 那如果有一個人能夠 犧牲自己的生命 又把生命拿回來 那就表示他的權柄 是天上地下 的大權柄 所以現在拆派我們的 是怎麼樣的一個人來拆派我們呢 不但是從 是犧牲生命 為我們定十字架 救贖性的犧牲 把我們從罪裡贖出來 並且他 給我們一個活的盼望 他復活了 他復活來 證明說他擁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 我們今天就帶著主耶穌 復活的信息出去傳福音 我們帶給人是活的盼望 帶給人是活的消息 而且我們是帶著主耶穌給我們的權柄 我們到普天下去傳福音 那 底下繼續傳下去 一直講二十節 凡我聳夫你們都教訓他們遵守 我就常與你們同戰 直到世界的末了 這是一個應許 他不是把一個工作都丟給你們 你們自己自生自滅吧 你們繼續努力吧 反正我沒辦法了 我就走了 不是這樣的 孫中山先生他有 三民主義的理想 他建立民國 推翻滿清 他很有理想的人 到時候還是沒辦法 六十歲就要走了 他要走的時候說 革命三位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這個看起來是很悲壯的 悲壯沒有用 悲壯在 革命的事上 就表示說這個人他已經沒辦法 他力量有限 到此為止 他沒有辦法再活下去了 所以這個革命 要大家繼續去做 去進行 我們主耶穌不是這樣 我們主耶穌不是說 在職下上快要斷氣了說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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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平安再見 完了 你們要想 我在世上有跟你們教訓 你們要去傳福音 主耶穌不是這樣的 他說成了 成了的意思是說從舊約 律法所 告訴我們的一個預表 凡是罪必須要藉著生處來流血 來承認真正贖人的罪 所以主耶穌他說成了的時候 就是說 神在舊約所應許 藉著牛羊的血要贖罪 這個事情真正成了 所以希伯來書才講 他說成的時候 就是贖出前約人的罪 就是說他的 涉罪的效用 從 舊約 萬古漫漫長夜 大家一直等待 一直按著律法 獻牛羊的罪要來贖罪 牛羊的血來贖罪 要等到 新約時代主耶穌他成全救恩 他說成的時候 好像那個骨牌效應有沒有有沒有看到那個很多骨牌啊 從擺到最後 一張 從最後那一張把他推 推倒 推倒到一直追溯一直追溯 追溯到最源頭的第一張 都有效 所以在等什麼 等主耶穌在十字架斷氣 那舊約獻牛羊 才能夠真正贖罪 所以他們都在等 萬物在探襲中 浮在虛空一直在探襲等候 就是主耶穌說成了 成了聖人果效就追溯到救恩 反正憑信心順服神的律法所所講的 都有效追溯到 那就要跟我們一起等 各位弟兄姊妹 主耶穌 就是這樣的一個主耶穌 從死裡復活 為我們犧牲生命 現在要升天 天上地下所有的權品都交給我們 所以我們出去的時候帶著神的案 帶著活的消息 帶著主耶穌給我們的權品出去 我們在讀這個文章的時候 18節 他說因為天上地下所有的權品都賜給我 所以你們要去 我們在讀文章 19節 所以 所以就是 結果 那 前面就是講原因 為什麼我們要去傳福音 因為主耶穌 已經握有 天上地下所有的權品 反過來講 如果耶穌沒有復活 我們為什麼要傳他的東西 如果傳 只是在傳一個死人的遺言 所以現在所有的其他宗教 都是在傳他們教主的遺言 一個死人的遺言 你去傳一個死人的遺言 他並不是舊主啊 你只是在完成他的心願 但是你並不能夠在救贖 靈魂的救贖上成就什麼 沒有 孫中山先生固然偉大 他是革命的一種理想 那主耶穌他帶給我們的是生命 孫中山他只是要建立一個 讓大家生活得更好的一個政治 一個國家 但是主耶穌他給我們的是一種靈魂的救贖 所以當宗教談到靈魂救贖的時候 一定要有活的盼望 活的盼望是藉著從死裡又復活 這樣的一件事情 同時握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的 這樣的一個作為才能夠成就的 感謝主 我們不是在傳一個死人的遺言 我們不是在完成 主耶穌未完成的心願而已 我們是在傳一個真正能夠帶給人生命的 一個福音 而且這個福音是有 天上地下的權柄來做 厚盾的 還帶著應許 如果我們能夠按著他所傳的來 教訓 門徒遵守 主耶穌他應許要跟我們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所以這一宣我們都掌握住了 就是這樣的一個組他才派我們出去 小弟有一次有一個很深的體會 剛剛在聚會前還跟我們熹和兄在講說三十一年啊 那個小榮那個時候才國小一年級 現在他的小鏡也是國小一年級 我看那個相片 小鏡跟他媽媽一模一樣 小時候他的小榮就是這樣 但是那是三十一年前的事情 我這樣講你就知道我的年齡了 沒關係啦 我已經曝露我的年齡多老了 那 三十一年前還在 高雄教會的時候我還記得很清楚 就說有一次 回家要休假 開車 開一部那個小的車 那因為是晚上聚會晚 要回去 那聚會晚的時候會跟負責人泡個茶 談一些教會的事情 所以要走的時候已經十點多了 那從 高雄開車要回嘉義 我記得那天是寒流來 冬天寒流來 所以 回到嘉義的時候 已經半夜了 半夜十二點了 那雖然外面很冷 但是心裡很溫暖 為什麼 因為要回去看傳道娘 所以我們傳道要回家的時候 油門都會踩得比較兇一點 如果要到高雄去 就有一點依依不捨 油門都比較不容易 所以傳道如果接到那個超速的紅單 通常都是要回去看傳道娘的時候 比較容易被 被拍到超速 那到嘉義的時候已經半夜十二點了 外面是 冷冷的 風啊 寒風在 一直吹醒 那我們知道說嘉義常常是 這個氣象報告 溫度 都是跟那個東北 北部的 這個這個淡水 宇蘭 在比賽 誰的溫度比較低 最低溫呢 很多時候是淡水跟嘉義 那嘉義因為它是家人平原 有輻射效應 那冷風從阿里山吹下來 冬天 暗時 溫差很大 有時候到半夜很冷 但是我 靠到家裡 再拐個彎 一分鐘就會到家裡了 那是一個大馬路 而且一個地下道 那在轉彎的時候 我就想說 路上已經都沒有人了 這麼冷的天 而且已經半夜了 眼睛的余光 瞄到好像 人行道 似乎有一個人站在那裡 不太確定 正眼過去看他 真的有一個人站在那裡 那個人 跟傳道有很多的相似 在內政部的 這個宗教師都是一樣神職人員 佛教的和尚 那很有趣喔 我現在描述一下大家想像 真耶穌教會的傳道 VS 佛教的和尚 他手裡拿了一個盤子 托波 那傳道呢 傳道手也握著方向盤 一樣都是盤 再來他是神職人員 我們也是神職人員 再來 他為他的宗教信仰 來奉獻他的喪妙 我們傳道也是獻身 那現在不一樣的是什麼 我有兩個 感想 第一個是感慨 第二個是感謝 大家聽好 第一個感慨是什麼 同樣是神職人員 人家那個佛教的和尚 犧牲比我們更大 我現在要回家 他站在寒風中 我在溫暖的車子裡面 傳道 五子登科 有小子 有車子 有房子 有妻子 有兒子還有一點點錢子 五子登科 那和尚呢 和尚照理說應該要看破紅塵 六根要清淨 所以和尚不會有妻子 和尚如果有妻子也是很奇怪 對不對 再來 和尚沒有什麼汽車 如果和尚開車你會覺得很奇怪 傳道開車都很正常 和尚 和尚開車你會覺得很奇怪 尤其是和尚開賓士的車 你會覺得更奇怪 跟他們出家人 形象完全不一樣 是不是 好啦 那沒有妻子應該也不會有兒子 沒有妻子 有兒子都很 有妻子都很奇怪的 然後呢 還有兒子 那更加奇怪 所以傳道有妻子 有兒子 不奇怪 那佛教的和尚呢 有妻子 或是沒有妻子 結果有兒子 那更奇怪 好啦 不是在數落他們 而是說 他們為宗教信仰真的犧牲很多 那現在晚上十二點 晚上十二點我要回家休假 和尚還站在那裡 他要站到天亮 路上沒有人了 他還是堅持他的信念 就站在那個地方 你看看 他的犧牲比我們傳達還要大 主義書也沒有說你傳道人 這些東西無止 通通把你剝削 通通把你拿掉 沒有 主義書還應許我們在世上 有這麼多的福氣 這個是感慨 他們的精神比我們偉大 第二個是 又有個感想是感謝 為什麼要感謝 就要去想 他背後的老闆是誰 我的背後的老闆是誰 有時候 這個人跟人在一起的時候 年輕人在一起的時候會談論 談論說你老闆是誰 我老闆是郭台銘啊 你的老闆是誰 名不見經傳的 老闆是誰 張忠謀 此位不很高 但是老闆 很厲害 那是不是吳行政會提升我們的身份 我們老闆是誰 他的老闆是誰 來比啊 你的精神比我大 比我偉大 犧牲更多了 那你老闆是誰啊 要比啊 因為老闆是誰 關乎到 你這個宗教信仰 最後的結局是什麼 他的老闆是誰 他的老闆已经死了 他老闆死了 有沒有復活 沒有啊 我的老闆呢 我老闆死了 而且又復活 我的老闆是為我的生命 犧牲生命 所以他看中我 所以我無形中 我就覺得很偉大 感謝主 有一天和尚會死 和尚會不會死 和尚當然會死啊 那也不會死 船道會不會死 船道當然會死 哪有不會死的 船道也是會死啊 那和尚死的時候是不是 他們說有什麼設例子對不對 6顆9顆12顆 好像越多的更好 其實那個應該是 結識吧 那小弟 因為有好幾次 我們總會都有身體檢查 做那個超音波掃描 大概二十幾年前 超音波掃描 我這個腎也有結石 所以將來 現在不是都流行火化嘛是不是 好啦那你和尚 火化以後是有設例子 我們不說設例子 我有結石 你要比石頭嗎 我那個醫生有跟我講 我這個腎臟 有去給黃國龍醫師 給他掃描 那一次 無傳道帶我去 他說喔 你這個腎臟結石還很大呢 兩三公分 那麼大 那如果是鑽石的話 那不是要多好啊 但不是鑽石 他是結石啊 所以我將來火化我也有石頭啊 好啦有一天和尚死了 傳道也死了 那到底 這兩個人他這樣在世上 有捨棄一些什麼東西 那他們將來會得到什麼 我們不要去 談太多了 我們只要講一個 一句話來涵蓋就好 他沒有得到耶穌啊 我們有得到耶穌啊 但是我們的犧牲 比他少啊 那 為什麼會這樣 背後的老闆是誰 很重要 有一年我們一個弟兄喔 他快要過年了 小弟問他說你們 公司最近營運怎麼樣 啊 今年慘了啦 今年不但沒有年終獎金喔 而且喔 已經兩個月的薪水都發不出來了 怎麼樣 老闆跑啦 老闆跑啦 真的是 氣慘 對啊 我們的老闆不會跑 我們老闆死去是為了我們的生命 我們老闆還活了 而且在天上活 所以現在要比老闆 我們要比世上的犧牲 比不上那個和尚 但是我們要比 和尚走了 船到尾走了 將來得什麼 誰拆派我們 誰是我們背後的老闆 真的很重要 這個時候就很重要 年輕的時候啊 大學畢業啊 他的同學同窗外在一起的時候都在比 你大學畢業有沒有再繼續逐碩士啊 一個說我後來讀到博士喔 另外一個說我到美國拿博士喔 這個更厲害是不是啊 比什麼 比學歷啊 那大概四五十歲的時候 比經歷啊 你的學歷不一定管用啊 那 經由二三十年的努力追求以後 他是到公司的 一級主管 他雖然是美國博士但是他還是 寄人籬下 還是一個小小的經理 因為 比經歷嘛 比你的做事的能力嘛 學歷很高但不代表說你做事能力很強 那年紀大的時候呢 年紀大的時候像我們這個年紀喔 現在碰到老朋友都會問說你血糖怎麼樣 你血要怎麼樣都在講這個 看誰的病例更好看 那我們同樣當傳道的喔 我們有一些傳道身體很健康 那小弟就沒有保養得很好 所以上一次總會的同工 這個身體檢查的時候檢查的一兩百項 結果呢 我有十項是紅字 十個紅字啊 你不要看我這麼瘦啊 你這麼苗條 就是因為有問題才會苗條啊 所以希望你們苗條不是像我這樣苗條 這個 減重是好的 但是我這個是因為血糖有點高的時候就瘦了 瘦渴啊 中醫在講 瘦啊 人會瘦掉這樣 會這樣瘦散 渴就是一直想要喝水 就是 糖尿病的三多 我小弟是有稍微 解糖膏 那我又沒有持續在服藥 所以身體會瘦 大概瘦了十公斤 我的太太說 那你是真醫術教會你怎麼變成是紅十字會啊 因為我有十個紅字 她說你是紅十字會的 是啊 那現在我們不是比有病例喔 比背後的老闆 那我是不是有動力 是啊 因為我們將來我們老闆不會跑掉 你看其他的宗教的教主都跑掉了 找不到人啊 而且你找到他也只是屍骨一堆 黃土一堆 他不能再保證你什麼呢 那我們的老闆是保證到我們永遠到保證給我們永生 我們的東西是不是跑出來了 跑出來了 他跑出來了 基督差派我們 怎麼樣的一個基督 就是給我們權柄 他握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 他差派我們 所以他能夠給我們權柄 他給我們應許一定會成真 他復活他給我們活的盼望跟信息 真的 動力就出來了 所以你不要 所以我們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卑微 雖然我們碰到一些挫折 我們的舊主是活著的 他們的教主是已經死了沒有活過來 那這個就 力量就出來了 這個力量是從 復活的救主 所給予我們的 第三個 我們的動力是什麼 阻礙的激勵 我們看 哥倫多後書第五章 哥倫多後書第五章 哥倫多後書 五章我們看十四節 這個地方正好是在談到 宗教上必須要談的 死跟活 十四節在談死 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 因我們想一人記聽眾人死 眾人就都死了 這是主耶穌替我們死 我們就算都死了 就不需要再 經過第二次的死 死了 那十五節在講活 他為我們死 是要叫我們 活著的人 他的死讓我們活 而且讓我們不是為自己而活了 要為主耶穌活 要為那一位替我們死 又復活的主來活 所以十五節在講活 主耶穌替我們活在天上 我們基督徒都很清楚 我們的信仰信念很清楚 知道主耶穌 復活在天上 他不在在不但在天上也活在我們的心裡 可是一般的世人看不到啊 他們沒有跟我們一樣的信仰的經歷啊 你跟他講說耶穌活著 他們沒有這個信仰概念 他沒有辦法相信 但是呢 他們會經由 有一群人 有一群人在地上為耶穌活 他們就看見了 有人在地上為耶穌佛繼續在傳養那個活的盼望 繼續在傳那個活的信息 所以主耶穌死是 是一種犧牲的死 而且是一種 救贖性的犧牲 所以他的犧牲是更有意義更有價值的 他是為萬人而死的 而且他又為我們的永生攀磨又活過來了 那我們今天在地上為他活 那保羅他有這樣的這麼強的 侍奉的動力 他自己講啊 江河的危險 陸地的危險 沉船的危險 還有假弟兄的陷害 被鞭打 被下奸 很多很多的苦難 為什麼他打死不退呢 這裡他很清楚說 基督都愛激勵我們 激勵他 那當然也可以激勵我們 因為主耶穌不是只有為保羅死 主耶穌的愛給保羅跟給我們的是一樣多 沒有說給保羅比較多 所以他比較容易受基督的愛激勵 一樣是主耶穌的一條命 主耶穌為他死也為我們死 那主耶穌的愛可以激勵保羅 應該同時也可以激勵我們 可是為什麼我們現在還沒有看到說我們 跟保羅的表現是一樣的 你不要想說因為我們沒有經歷過他的苦難 你不要求苦難 苦難是不得已啊 那現在問題是我們不需要遇到苦難 我們才會 才能夠去顯示出保羅這種被主耶穌激勵的心智 我們在一般的情況底下 或是說我們看保羅的經歷 或是我們不斷的去思想主耶穌的愛 不需要經歷很多的苦難 我們就能夠體會出來 問題是我們怎麼樣讓基督的愛來激勵我們 基督的愛已經很實在的已經展現出來 基督的愛很實在的已經在我們身上 那保羅能夠被基督的愛激勵 我們得的愛跟保羅得的愛是一樣多的 那他能夠被主耶穌的愛激勵我們應該也可以 可是為什麼我們沒有辦法像他那樣 問題在我們不是主耶穌的愛 就是說我們要 常常去想保羅他說我常常去想 我去想 我們想一人 一想一人就是主耶穌啊 他一個人天然靜人世 他每次想到這個他就受到很大激勵 那個 那主耶穌為我們死的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差派我們啊 我們要為主而活啊 為主而活很具體的動作就是要依著神的心力去傳福音啊 而且這一位 復活的主他差派我們啊 我們更應該 去傳福音啊 被這個愛來激勵啊 這個愛會 這個愛會 長闊高深 我們沒有辦法去形容 我們有一位教會的負責人 那因為他年紀比較輕 那他剛接負責人的時候呢 有好幾位長輩喔 一直跟他講說啊 你就要怎麼做啦 然後再有第二個 你要怎麼做啦 還有第三個 你就要怎麼做 你少年比較不緊張 你要怎麼樣 那你看看喔 這個年輕人 接二連三的被一些長輩這樣指點 指點啦 指教 他一時之間他就想不開呢 想不開就是說他沒有辦法去理解 因為連續三個嘛 他因為 比較年紀輕 而且第一次接教會的負責人 這負責人真的壓力很大 所以你可以看我們的 負責人啊 有時候 接了一任負責人 一下子喔 好像 過了三年喔 好像過了十年喔 有些頭髮不是比我們少 就頭髮比我們白啊 你不要看我啦 看其他的 就是這樣喔 更加勞力 壓力很大喔 那 然後他就想 因為也是比較沒有經驗 而且比較 涉事衛生啦 靈性還在成長 阿宇莊有一個負面的想法 不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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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當負責人有沒有這樣講過 還是想過 有時候會喔 小弟剛出來的時候 第一年 也這樣想喔 喔 因為喔 被投訴嘛 被投訴啊 控告到總會啊 那其實不是我直接的責任 是另外的 一些事情 就被牽扯嘛 可我那個時候就一直懷疑啊 懷疑自己的能力 懷疑自己有沒有這個資格 為水素做工 所以 快要畢業的時候 那一年喔 想要打退堂鼓 那當然那個是一個磨練 你要超越他 那現在這個負責人年紀輕喔 因為軟弱嘛 太太軟弱了 心智不夠穩定嘛 不是他靈性不好 而是因為 還是一個 開端 開始在學習 所以他就想說 好 我做你 大家都有意見 好啊 讓你走 我不會走啊 讓你走 這個觀念對不對 不可以有這個想法 這樣是錯的喔 但是因為他軟弱啊 你怎麼苛責他呢 那 不要辭職 不可以這樣 主耶穌 定死之家他也沒有說我不要啊 他是一直求 神 幫助他能夠讓他面對這個死之家的苦行 所以天水來加添他的心理 應該是這樣才對 他就想一想說 我們靈恩步道會快到了 不行啊 靈恩會要搞 我現在這樣失禁喔 這樣沒有負責任 要是一個人還在想說 靈恩會過才失禁 這樣才有負責任 矛盾啊 是不是 矛盾啊 你有真的有負責任 你怎麼會想要辭職呢 而且還說 我辭職有理 我等到靈恩步道會完 這樣才有負責任 所以他真的 辭職書已經寫好了 而且他有一種很不好的想法 你們大家對我意見是不是 我不要做了 或你們做 或你們做 我給你提三十個意見 那不行啊 做信鋼他也變成這樣冤冤相報 好像是 在報復的心理 不對 但是他軟弱 當然他也不是真的要這麼做 就有很多念頭都閃過 那怎麼改變呢 靈恩步道會真的到了 最後一天 辦聖禮 那傳道人就打開聖經 就如同過往 很簡單的 很簡單的一五一十的把相關的經文開始讀 但是 主耶穌真的愛他 因為知道他很軟弱 他用心 越用心的人喔 人家跟他提一個什麼意見喔 他的那種難過的程度會越高 如果 可有可無 算仙 算仙 海外 算仙 算什麼 你跟他講什麼 他也是笑一下笑一下不當一回事 反而他不在乎 那很認真的 你跟他提一些意見 不是只有一個 三個人跟他提意見 所以 為什麼是我 要信耶穌 同樣這個教會 為什麼是我呢 為什麼我要去受這個苦呢 他想很多 但是主耶穌愛他 因為他有心做好 可是他自己本身又有一些軟弱 又加上弟兄姊妹 給他意見 但是我們現在說 人家給我們意見不一定是不好 但是反過來講 我們要給人家意見 應該要溫和 所以最好的是什麼呢 你要跟他提意見 用他可以接受的方式 大概底下這個方式是大家都可以接受 你要請他喝咖啡 喝咖啡大家就比較 心就比較平靜 喝咖啡也不夠喔 你還要點那個提拉米蘇喔 一個人叫一塊提拉米蘇 巧克力也不錯 為什麼 因為這樣講話比較甜 喝咖啡氣溫比較好 吃蛋糕取得比較甜 但是血糖糕要留意喔 不要吃一整塊 可以share一半 好啦 反正他就是一時就 那個 關卡那個結沒有打開 很難過 那在 聖餐禮的時候他 傳道就讀這個經文他就開始感動 因為主耶穌要造就他 他就開始感動 那到聖餐禮晚 跪下去祷告 最後一次祷告了嘛 最後一次祷告 他祷告的時候 他就很傷心 他已經開始被主耶穌 感動以後他很傷心 傷心是說我自己實在是很軟弱 那主耶穌給他看一下 很特別喔 這個這個信徒他 主耶穌給他看一下眼睛閉起來但是 他就感到 主耶穌好像站在他面前 站在他面前 一直看著他 他應該要跟我說什麼話嗎 什麼都一直安靜 然後他自己就覺得有點不自在 是不是我什麼地方不好啊 我又想到說 我不是要救 我不是要使勁 現在祷告說他帶我看 可能是這件事情吧 最後主耶穌要離開前 有跟他說話 要說話以前就手舉起來 對他說 你看 丁十字架的痕跡啊 你看 我為你做這個 那你為我做什麼 這個做的意思 就說我為你犧牲 那你在教會有做事不是沒有做事 但是你為我犧牲什麼 哇那一刻 他整個人都崩潰 真的崩潰啊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大男生啊 崩潰的時候痛哭流涕啊 大聲的 哭嚎啊 他忍不住了 壓力很大 而且他自己自己知道說我軟弱 那現在看到主耶穌 在他面前又跟他講這樣講的時候他整個崩潰大哭 哭嚎啊 你看那個小孩子他 看不到媽媽的時候我找不到心裡很慌 大哭 大哭 呼不清是眼淚汗水 還是鼻涕啊 還是鼻涕啊 都整個咬咬這一咬 那我們知道 如果我們真的為聖公流過眼淚 我們可以斷言 我們是真的愛主 因為我們很在乎 不在乎的人他不會流淚 流淚的人就表示他很在乎 那 我們為聖公如果真的哭過 真情流露 那個眼淚主義書一定會把它裝在皮帶裡 尤其是我們在 所愛的人面前 掉眼淚 那個眼淚應該是珍珠 要被收藏起來 所以他現在哭了 那哭了以後呢 這個眼淚有一個作用 不但是表達真情流露 這個眼淚可以把眼睛洗乾淨 他心裡的眼睛 一時 模糊 但是現在哭過以後 他在把眼睛張開的時候他前面 的路看得更清楚他知道我該怎麼做了 主義書為我們釘三根釘子 然後他很自責他說那我難道不能夠為主義書 忍受別人跟我講三句話嗎 主義書的三根釘子 抵不過別人跟我講三句話嗎 他的責備自己 那我怎麼這麼軟弱這麼自私啊 所以他說我要勇敢再去承擔 而且別人跟我們建議的 我好好的想一想 其實有道理 只是我一時 有一個解沒有打開 我把它打開就好了 主義書為我承受三根釘子 掉在那個地方六小時 那我應該要為主義書 忍受別人跟我講一些話嗎 何況他們不一定是惡意 所以他這樣一想就通了 然後就剛搶了 那就是什麼 那就是什麼想到主義書不但是想到讓他想到給他看到 我那一幕非常具體的活壞在他眼前 所以他整個心靈得到很大的激勵 他願意繼續走下去 不是說 他的問題沒有了 而是說他的觀念改變 並且他觀念會改變是因為他被主義書的愛激利 我們需要常常回到十字架底下 再去看一看 主義書真的好像還定在那個地方 常常活化在我們眼前的時候 我們常常回到十字架底下 這個就是我們基本盤 我們信仰的基本盤 這就是我們侍奉的動力 我們侍奉的動力從哪裡來呢 主義書的愛激利我們 所以你想放棄了嗎 回到十字架底下看一看 你會再次得到力量 你有很多的疑問得不到答案嗎 你回到十字架底下來想想看 那個人為什麼要掉在那裡 那個人說聲稱要為我定十字架 那主義書有沒有得到答案 我們在宇宙欠缺主義書 一個公平 我有時候在教會裡面說你要跟我公平 你給我答案啊 你給我一個說詞啊你為什麼這樣啊 你不合理對待你對我不合理啊 那主義書有沒有說我上到十字架上 真的不合理啊 天地間 欠缺主義書一個公道啊 為什麼 他無罪的 為有罪的定在十字架那你還需要什麼答案 我們一直要求答案說你要公平對待你給我公道 你教會要給我公道 那宇宙間有沒有給主義書公道 無罪的代替有罪的 公道何在 異的代替不異的 天理何在 而且還出於神的作為 天理何在公道何在 我們 全世界的人 我們全宇宙 真的欠 絕書一個公道 但是他有沒有問為什麼 他很清楚 我這麼做的時候 是為了什麼 所以私下就是答案 你覺得人沒有給你合理的對待嗎 你覺得傳道沒有給你合理的答案嗎 你對聖經你沒有辦法得到滿足的答案嗎 你感覺不滿意 你就回到十字架 好像絕書還在那裡 然後去想一想 你就會知道 在愛裡面 愛不要求公道 媽媽為什麼要十月懷胎把孩子生出來 他為了愛 所以 愛是在公道之上 如果只有公道 這個世界就不會有愛 公道就是淵淵相報 公平公道 只是求一個人間的答案 那神給我們的答案是什麼 我問你啊 為什麼義的要代替不義 為什麼無罪的要代替我罪的 你就明白了 那這個是因為主義說的愛來激勵的時候 就給你有一個爆發的力量 就有一種持久前進的力量 而且 他就是答案 他是所有疑問的答案 你覺得不滿意嗎 回到十字架底下 你就會得到 真正滿意的答案 而且是愛 才能夠給我們真正的答案 好 那因為時間關係小弟 就先講到這裡 下午有時間我們再談第2點第3點 第4點跟第5點 我們就來唱詩 我們唱詩312首